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村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从上个礼拜二 指数就一直跌了 那到今天为止呢 还在跌 不过今天的盘看起来有一些些 想要去低接 或者是想要稍微 互盘的那个影子在 那当然到底互不互得起来 这东西待会我慢慢来 跟大家做解说 好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 今天整个指数啊 早盘就在那边做震荡 那一压低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买盘在 一压低的时候就有一些买盘在 不过到现在为止呢 指数还是跌了130几点 到现在你看 从上个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到今天还在领 都还在领 你怎么会这样 国际股市有没有跌 我们来仔细看 这今天亚洲盘 上岸股市竟然还在涨 那日经指数也在涨 在这里 也在涨 那南岸股市呢 这两天还稍微有点点压回 可是再怎么样都比台北股市强 那上个礼拜五的美股呢 你会发现 这都在涨嘛 只有费半是在跌嘛 那为什么费半会跌 我老实说啦 因为如果你外资一直去卖台积电 台积电不只影响台北股市的指数的空间 它也影响到费半的空间 你这样子卖对你的股票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费成半脑底 这是上游嘛 对不对 你上游再跌啊 那怎么搞的 中下游都不跌 有这样的道理在吗 真的啊 上游再跌啊 中下游都不跌啊 所以有些不合理的现象都在这个地方发生啊 那当然这个指数有没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出现见底的迹象 就像我今天车标写的啊 本周要留意一下 会不会有那种V转的讯号 这什么意思 待会慢慢跟大家做解说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啊 重点还是看一下美股它到底怎么走 我们来看啊 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啊 上礼拜五的时候啊 美国股市也有出现震荡 可是再怎么样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破底嘛 道琼也是一样嘛 现在都差不多在沿着月线嘛 对不对 就只有费成半脑底呢 它比较弱势嘛 那我刚刚说过啦 你外资一直卖台积电 对台股有影响 可是对费半也会有影响啊 但是呢 从来没有看过 上游是带跌的啦 啊结果呢 中下游没有跌 好 这就很不合理的现象了 我们来看啊 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美国公布了最重要的核心通膨指标啦 就是PCE指数 差不多接近到40年的新高 好那各位 PCE指数呢 也是来到高档区 这跟之前什么 消费者物价指数差不多了 就是来到高档那边走震荡 但是呢 在美股里面哦 最近比较出现一些杂音的啦 就是说对美股会比较有影响的是 因为你现在通膨接近到40年的新高嘛 那如果说你再从一些消费性的一些操作来看 你会发现到啊 比方说这条蓝色的哦 它是个人消费支出啊 已经连续这几个月 已经开始慢慢有一些下降 就是说你通膨在涨 然后呢 你消费开始缩手 所以呢市场就在疑虑啊 这经济会不会出问题 对不对 因为消费已经出不来了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因为当你通膨出来之后啊 跟着升息跟缩表 这些东西啊 一出来的时候 对经济一定会有影响 好不可能没有影响了 那只是说影响的程度 它是重还是稍微能够轻一点 好那依据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官员讲话啦 都认为说美国的经济够强 那可以避免什么 经济衰退 好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那要看联准会的拿捏的那个尺寸啊 就是说该放的时候要放 该缩的时候你要缩啊 否则你不能让整个经济啊 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衰退 那目前是有一些些的 一些些的那种 比较属于那种经济成长缓慢 就是比较慢的一个现象出现 我觉得这都合理的啦 好可是重点来了 对股市来讲到底合不合理 我们仔细看 上个礼拜五我有跟各位讲过 这台股嘛 那美股我是以高科技股为当指标啦 当做一个指标 我们来看 台股在上个礼拜就一路跌嘛 到今天都还在跌 可是呢以美股的走势来看啊 我上礼拜有跟他讲我说 美国股市到这个时间点啊 预计啊 他应该会沿着月线 这里往去走区间 有没有 我那时候画图是这样嘛 所以你会发现到 道具好很明显 又会维持区间啊 高科技股也是一样嘛 月线在这里嘛 他也是沿着 在这个月线之下 这边沿着月线走震荡嘛 对不对 好 可是呢你台北股市是一路在创波段低点 所以我上礼拜五有跟他讲 如果说你台北股市啊 照理说你美股没有在跌 在走区间的话 你台北股市多多少少也要修正乖离 可是没有 到今天为止呢 指数还在跌嘛 那你既然指数还在跌 国际股市呢 都没有让你看到创波段低点 尤其 入股近期只是走整理啊 搞不好还要再创新高啊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在台北股市不合理的现象的话 这地方你还在创波段低点的时候 我说接下来注意啊 国际股市都没跌 你这地方你要注意 它会不会开始出现 V型反软的讯号 这个讯号呢 有一个时间点要注意就是 美国股市什么时候能够攻过月线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 大概在礼拜三左右了 因为今天晚上美国股市是休市了 所以可能会延一个一天 就礼拜三到礼拜四 可能这礼拜后半周就注意一下 因为它现在月线成本会开始慢慢下来 因为他们现在月线成本啊 过了这个礼拜四之后呢 会开始慢慢下来 因为今天休假了 所以等到礼拜四之后会慢慢下来 所以呢美股只要再移动 它就会站上月线 那如果说连美股都能够出现站上月线 台股有什么理由它会一直点 所以呢 这个礼拜要特别留意 就像我车标写的 会不会出现那个V型反转的讯号 那当然你要出现V型反转的讯号 一定要有它的条件在 那条件在哪里 那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我还是讲一下 这个LINE 这个LINE ADS 我今天早上在期货开盘之前 我就把台北股市会不会有 那个V型反转的那个条件 我们都写在那个LINE ADS里面 我们来仔细看 到底台北股市这个礼拜 今天还在跌 会不会有出现那种V型反转的机会 我上礼拜有跟他讲 如果你台北股市真的出现V型反转的话 后面这个空间不会小 最少应该有2000点左右 好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来仔细看 重点能不能出现V型反转 这早上8点43分 就是说期外没开盘之前 我在LINE ADS里面就说 本州要留意台股随时会有V型反转 就V转的一个机会 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 10年期公债殖利率 礼拜五的时候大跌4%多 它创6月升息以来的新低 如果说当这个不涨 这个在跌的话 就有利于美元下跌 对亚洲股市呢 它的反弹是有机会 资金回流的利多 好 我们来看 大家都知道嘛 7月24号 对 7月24号还会再升息嘛 对不对 那当时我们有跟他说 有可能是升三码 当然我认为就算升三码 应该是最后一次 那如果是升两码的话呢 他就利空出境 那到底升三码 升两码 我们现在不去拆他 反正不是二就是三 但是你注意看嘛 美国10年级公债殖利率 如果说依照 前一次五月份升息两码的时候 他就开始走休息嘛 对不对 那时候很多人都跟你讲 公债殖利率要开始大跌 所以台北股市要大涨 我说没有啊 因为后面要升息 越接近升息的时候 他会涨 对吧 那现在这个现象 有点类似 五月升息环 六月升息环 他开始做压回 可是呢 你想想看嘛 现在市场都在看啊 7月24号这天啊 不管你是升两码或升三码 我说最说 你升三码是算最后一次了 有没有 升三码最后一次嘛 那各位你想想看啊 如果连转位7月24号 还会有再升三码 你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照理说你不应该大跌啊 你会在这边走区间是合理的 可是昨天啊 大跌了4.6% 他来到2.87啊 结果破3 好结果破了3嘛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注意什么 如果你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 又把五月份前面这个低点 差不多在2.7左右了 昨天说在2.87 还有一小段距离了 如果说你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 连2.87都跌破的话 不是2.87 2.7啊 昨天说2.87嘛 如果说你连2.7都跌破的话 我跟他讲 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就算你下个月升三嘛 他也不会再冲高了 好因为 整个头部都出来了 整个头部都出来了 好那重点来 你想想看啊 有没有可能升两码 也有可能嘛 对不对 升两码率空出去 十年级公债殖利率上不去 他会破前提 就会破2.7嘛 那到底 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有没有机会再往下跌 这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在通膨 所以呢 我们就仔细来看 像你十年级公债殖利率跌下来 那我刚刚有说嘛 我们的IS有讲啊 你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难道2.87已经破3嘛 那刚刚有说过啊 前面是2.7嘛 如果你跌破的话 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不会再冲高了 好 这就有利于什么 美元就会出现下跌 对亚股会比较有利 因为你美元跌嘛 那就会有资金回流的 对亚股会有资金回流的利多 OK好 那到底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有没有机会再跌 重点在哪里 在通膨 通膨看什么 看油价 有没有 好我们来仔细看 最近我们有跟他讲过 物价会高跟油价 有其其相关的 正相关在 你看我们红色的是油价 那蓝色的是物价 你看嘛 油价涨物价就涨 好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来看 礼拜五的时候 油价有涨2.3% 小涨2.3% 它来到多少 111块 111.6 同样你注意看 我们刚刚说嘛 上个月 6月份公布 5月份的CPI 或者是PPI 或者是PC指数 全部都创这几十年来的新高 对不对 那原因到底在哪里 因为6月份公布的是5月份的数字嘛 那5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油价就涨上来了 有没有那时候涨上来 然后呢 当油价在这一段的时候 我又跟大家讲 油价很重要 因为5月份的中间值差不多在114到115左右了 所以如果我们7月份要去看6月份的物价指数有没有再飙高 还说它到底呢 那就看油价有没有破114到115 好我们来看 今天是因为这个公布的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是7月1号 其实如果说你从6月份的走势来看 它真的是下跌的 它是下跌的 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它收在111.6 那代表什么 它是有破中间值 对不对 可是6月份那时候还有点震荡 那看起来差不多 我记得我前几天在算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这地方就大概是收在差不多114到115 所以呢 你等到7月份 现在7月1号 今天7月4号了 你7月上旬要去公布6月份的CPI或PPI的指数 你从油价在上个月的表现来看 它真的有跌 可是它跌下来的位置区呢 大致上就是在5月份的中间值附近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从7月份去看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 应该差不了多少 应该不会再涨 就是说你不会涨 但是你说要跌到哪里去 不太可能 可是美股在礼拜五的时候出现上涨的原因 我倒是认为 现在市场可能在等待什么 等待这个啦 你现在7月份要公布6月份的物价指数 看起来应该还在高档区嘛 但是你油价真的有开始跌下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去看什么 可能已经看到8月份或9月初了 因为在这一段这里将近有两个月 人总会没有升息嘛 是空窗期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从整个物价的走势来看 油价还没有完全 可以让你看到跌下来 那现在的价钱已经有跌破5月份的中止 如果再继续跌的话 我跟你讲 不要说7月公布6月份了 因为6月份 那个油价还没有完全跌 但是等到8月份要去公布的时候呢 那一定是大幅下降 那一定是大幅下降 而且呢 近期我们也看到 比方说天然气也跌下来了 这都在物价指数里面 都已经跌下来 铜的价格你看 一路在创新低啦 所以你说物价有没有降下来 有啦 但是呢 真正的本质呢 还是要去看油价嘛 对不对 你现在天然气也跌下来 你现在铜价也跌下来 全部都是大跌 我们老师讲 为什么会大跌 不是说什么通膨结缓 是因为经济可能有一些些的 成长应该是趋缓了嘛 那一趋缓的时候呢 需求就没有那么多 需求没有那么多 原物料就下来 那当然你原物料下来 对你的通膨呢 会有压抑的作用 这是利多 但是呢 因为你经济已经有点放缓 所以呢你原物料下来 那是没有 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呢 你说有多也有空啦 但问题是原物料下来 先把通膨压下来 比较重要 所以 油价已经开始慢慢有破中值了嘛 对不对 好我们再仔细看 有没有办法走V转 第一个是年纪空贷值地率跌下来 第二个是什么 油价已经开始有破 114的跟15嘛 它已经收在111嘛 对不对 好那再来就筹码面了 你看 礼拜五的时候呢 融资一天大减了102亿 现在你融资已经破2000了 已经破2000了 各位我们仔细看 礼拜五大碟 融资减了100多亿 有没有 你知道什么 现在的融资水位 破了2000亿 这将近是 什么时候 我看一下 电脑怎么不带动 好在这里 这个2000亿将近是 前面一年以来 就是之前去年 二月中以来的新低 那代表着说 现在的筹码面 它已经开始慢慢有些沉淀在了 就是说你该杀的 全部都杀出去了 不该杀的 其实你会留着 大上都是比较偏献股的 有时候献股也受不了 也被融资拖累 然后也再杀了 那我记得这个东西 我们之前 在节目里面 我有跟大家讲 很多时候台北股市 你要止跌 必须要以跌台能止跌 有没有 什么叫以跌台能止跌 过去历史都这样 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跌下来之后 开始慢慢爆量 那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开始 类似这样 已经开始慢慢有些爆量 那融资也杀下来 所以当你出现 这样的走势的时候 它会有利于台北股市 去走中级反弹 因为 筹码慢慢稳定 那我预计 我记得在一个礼拜之前 我有跟大家讲 前面就已经杀融资了 结果后面再杀这一段 可是就很奇怪 美国股市没有杀 结果台北股市 还在继续杀 所以我有跟各位讲 这个版本 是不合理版本 对不对 什么叫不合理版本 礼拜五讲得很清楚 有没有 正常版应该走区间 不合理版本 不正常的版本 台北股市就继续再下杀取量 好 可是到目前为止 看 融资已经大减了 筹码越来越干净 现在不是融资的问题而已 还有外资 外资在礼拜五的时候 空单回补 2800多口 现在还是负的 负1.5 可是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来仔细看 如果你从期货的角度来看 台北股市这波一路点 我跟你讲 商最多的是自营商 为什么 自营商这几个月 全部都是多单 蓝色这条 绿色这条是投信 可是投信到目前为止的空单 只有1000多口 投信它有基本持股 投信的基本持股 它多少去做避险 我觉得是合理的 可是只有1000多口 避险不了 所以投信的持股赔 然后在期货部位 它也没避险到 所以投信也赔 赔最多的是自营商 好 那再来 外资近期在这一段的走势里面 从5月17号 它原本是多单的 然后它开始增加空单 然后在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 空单有回补 只剩下15000多口 可是你从它 今年以来的走势来看 它除了在 春节放假之前 有的3万2000多口之外 农历过完年之后 最多是2万口 可是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突破2万口 有没有 所以空单有慢慢回补 所以如果说 当外资的空单慢慢补起来 对台北股的压力 就会轻一点 好 所以如果从抽码角度来看 融资跟外资的空单回补 OK 好 那结构上面我就说了 道久跟靠哥记骨 周三过后会站上月线 所以我认为 它也会带动肺斑 出现跌生反弹 所以几个重点 要留意台股本周 随时会有V转的机会 很清楚了 那因为这个盘很不合理 美国股市也没有大跌 就只有台北股市跌 你亚洲股市跌 我说台北股市跟着跌 我觉得也算合理 可是没有 人家中国股市都还快创新高 虽然台北股市在这一段 就一路起融资 但问题是 怪力越来越大 那V转的特色在哪里 你看 这几天要注意会不会开始有量 然后呢 V转的特色是拉指数 拉指数呢 它一定是拉全只股 所以如果中量级的个股 其中一档出现涨停 就是V转攻击的讯号 都写得很清楚了 所以怎么样去看V转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V型反转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礼拜 要特别注意一下 OK 好 那因为最近的盘就这样 喋喋不休 所以说话也蛮不合理的 那不合理在哪里 可能大家心里有一些答案在 但是我跟他说 当V转要出现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选股了 那要怎么去选 我今天测标里面有写两个字 叫做价值 什么叫做价值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注意看 这是系列 我记得三月份的时候 系列跌下来 一堆老师在跟你讲IC设计 那时候就说 这往下比价 什么叫往下比价 因为他本益比在压低 你股王的本益比压低 那你其他的个股 他也会跟着压低 但是系列到现在为止 已经开始慢慢有一些 比较先扩底的状况 他的本益比大概三十几倍左右 对不对 那你注意看 今天有一档个股打到跌停板 汉磊 为什么 因为本益比七十几倍 那我问你 股王的本益比三十几倍 你现在七十几倍 会不会进货修正 合理 进货修正合理 可是你现在回头来看 汉磊今天打到跌停板 可是你看到联勇本益比只有三倍 有没有很夸张 不是没有赚钱的公司 天狱本益比只有三倍 然后邓态本益比只有两倍多 不是没有赚钱 有没有 基金只有四倍 你知道吗 瑞鼎本益比只剩五倍 有没有 你看那个群人 本益比只剩五倍 所以我说有些本益比是够低的 而且它是有赚钱的 当你吸力的股价 没有再创低点 它不会再拖累本益比的空间 如果吸力一涨起来的话 我跟他说 这种本益比很低的股票 它就开始冲出来 所以你现在要去抓的是 什么样的个股 它价值低估 这类型的股票 当低转出来的时候 那个上涨的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这个礼拜要多加留意 好不好 喉咙卡到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终极反弹机会到来 这里拼半年 让您过好年 运达投顾 萧老师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您很有限 尽情把握机会 速播专线 02-2781-0909 运达投顾 萧老师 反败为胜计划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您很有限 尽情把握机会 速播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 检取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 已被交通安全 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易实施 机查取缔 之违规太样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 则以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 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 连续为百同一规定 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携手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数 感谢您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呢 在尾盘的时候 慢慢有一些些买盘 已经开始慢慢切入了 那当然这指数 有没有机会 真的见底 我们刚刚花了一些时间 跟他讲 这个礼拜要注意一下 会有V转的讯号 条件 都讲得很清楚了 那除了条件之外呢 V转的特性在哪里 刚刚我们也说得很清楚 那如果说当出现V转的时候呢 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 一些个股的价值 就是本一笔只剩两倍三倍 那个真的不合理 是有赚钱的公司 所以有些个股 它是酝酿着 要大反弹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如果说 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掌握到 这个V转的一个特色 或者是V转的机会 跟个股的话 没关系 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反派为胜计划 拼半年过好年的计划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现场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 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 和您online在一起 终极反弹机会到来 这里拼半年 让您过好年 运达投顾肖老师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反败为胜计划 只要二分之一 您很有限 尽情把握机会 苏博山线02781 0909 2781 0909 我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谁说 有钱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 币选工具 运达投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不要得抢病毒 反正面消毒 可能会抢抢病毒哦 我不要得抢病毒